這個網路瀏覽人是破譯 你知道嗎 在早期在賣唱片的時候 破譯就代表是張學友的十倍 你想看看 十倍耶 所以這個作詞人一定很厲害 就像我們這些偉大的許常德老師 對不對 這樣文職彬彬 文師全友 真的是很財情 所以這次我們來找看看 報告給他 請問 我們找一個春風 春風啊 沒有啊 你 你在那裡作詞 拜託一下我們找一個作詞的這個春風 所以你寫過什麼 筷子人口的這個詞曲 是陣南豬韓 哦 那個 再會的中國 哦 真好 我都沒聽過 沒有啦 你不要拚一拚啦 我有聽過啦 春風聽 麵酒吃下去 香菩姐中送清脆菜餅乾 沒錯 由春風作詞 洋蔥補舉 建制饒舌的台式嘻哈團體 這是風動望露 嚇到南台灣的酒衣衣 他的歌手 也在地還很多人 聽這邊對他們有很大的影響 而且他的表演 真受到社會大眾的歡迎 經常接到各大校園 留學的邀請 還有很多過來外 第一名的藝林合作演出 清脆確定情的風景 就是他們唯一不變的情勢 鄉親時代 時代的進步 原本島上的泡米 都變成是貴谷 這款MV看到的是不是很趣 但是這種 担保牆衣 還有担保牆衣服的作品 算是在年輕人的世界 穿得抓不到 而且又一路紅到中國大陸 這款的歌客 到底是有什麼神奇的魔力 因為我不是 拆很多拆在那裡 成績很高 我們三個都一樣 用我們自己 想要表現的問題 寫給人 譬如說你聽 唉唷 寫到我的心聲 我也會認同 那一開始 怎麼會寫這個 《載花中間路》這首歌 我很年輕就賺到錢 可是很年輕就跌倒 對啊 然後在我人生 最 最慘的階段 那時候媽媽癌症 然後也走了 我也希望 要走進去 希望我有一個準備 就是可以 做到這麼多的工作 所以才是 把我們 以前做的 不好的工作收起來 跟他們兩個 來合起來 開始寫歌 結果我們三個 頭一條做的 作的歌 就是載花中間 像春花出去很久 大概 離開張幻已經四幾年了 像我們離開家 可能沒有那麼久 但是我們 對台中的 這條路 畢竟這條中環路 有其他很多辦公大樓 然後這邊上班的人 形形色色的人 幾乎都是不同地區的人 我也是覺得說 我們現在就準備要出發的感覺 可能就是到社會上 第一條路上 就是從這條路出去 來自完全不一樣 背景的三個人 所有共同的目標 對在地文化的 中式更緊張 很多的感覺 吸引火腸的東西 有所能夠用唱歌 讓我們中心實在 我們心理的每一群土地 我想 這麼認真過身外的態度 絕對是他們 成功的萬年之一 他們三個創團 當天 他的師父就說 好 那你們就叫九一 然後其實透過中文字 因為其實中文字這件事情 在台灣已經快要被 就是遺忘了 對 很多偶像藝人 他們在包裝自己 他們全部都是可能是 英文 對 去做這件事情 可是以我們的心態來說 很簡單 我們是本土 對 那我們來自台中 我們把我們喜歡的元素 綜合在 包括團體 包括酒夜 整個LOGO 跟西洋視覺音樂 那他們三個 其實他們的 個性喜歡的東西 完全都是不同的 可是 他們組合起來的那個火花 就是代表 台灣人現在 我們年輕的世代 他們的生活習慣 跟生活態度 我們講別人 不敢講的話 然後我們寫 別人不敢寫的東西 就是九音的音樂 那當時就是 透過這樣的東西 真實台灣真實的態度 讓我們去感染整個活動現場 那過季拜唱頭 雖然他們 應該是很喜歡的歌唱龍 但是台面上跟蘇北下 同樣也是這麼 POSE比較辛苦 這款作牌 電動讓他們 得到更多西東的歌賣 其實911 算是一個很興奮的故事 他們不管是國來還是國外 還有很多地下樂團在打電 因為缺乏主流市場 所以讓各種 創作型的樂團 很難生存 好家在 透過夢露 讓年輕人 已經到達圓的舞台 聽說暗夜 就有一場校園演唱會 我帶各位鄉親時代 來看看 他們現場演唱的 通通情形 像以前 周華健 張青芳 優克里林 小虎隊 可能都是鄉親時代 你們年輕時代 很著迷的偶像 但是可能你只能在電視前面 遠遠的跟他們 有一種距離的感覺 但是你可以透過校園演唱會 這樣遠遠的看著你的偶像 校園演唱會 從早期風格清新 各有山水民歌運動 經過很多社會發展 跟國際化的重視 慢慢將流行的元素 跟外國文化結合在一起 配合現在強烈的燈光 與充滿震撼力的音響 讓每一場校園演唱會 都變成是欣欣學死 在求學期間的任何話題 我們也在這場演唱會中 看到了911他們 努力許久的成果 現場的功力真的太厲害了 我們全場的那種 我是真的在這邊 真的感受到 對啊 這首是對這年輕人的 對這首歌 這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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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的歌 只要還在網路上的一天 我們的精神就會湧傳下去 身為台灣人 一定要說台語 反正我們說重點是 帶給大家歡樂 不管講台語 英文或中文 隨便 用文歌三中文都一樣 對對對 所以就主要是 帶給大家歡樂 不管我們人 做什麼工業 好騙人 只要不想騙人 大家就拜託了 不管你是思農工商 要說一樣 我們911 創造出我們自己的文化 在台中夜店 與廟會活動發跡了911 出身草莽 將嚴肅的社會現象 用詭諧趣味的角度呈現出來 藉由歌曲的渲染力 一字一句 唱進每一位觀眾的心 音樂 也是一個國家軟實力的象徵 用貼近你我的十一柱形 勾勒出屬於這片土地的真實情感 行銷台灣並不難 只要找對方法 就會被世界看見